最近去RG店很像是被其他AI趕著跑的感覺 大家有沒有發現 前陣子才推出了代理程式模式 接下來上禮拜很快的又推出了學習與研究這個功能 那究竟學習與研究這個功能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接下來往下就帶大家來看幾個實際的應用範例吧 GO 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正式啟用囉 如果你對AI教學內容有興趣 每個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錢 就會獲得更多的內容 想要更加深入學習 但常常出問題 選擇學習Plus方案 就一對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你願意支持我們 也可以每個月請我客觀講得多 讓我持續創作更多內容 影片要開始囉 你準備好了嗎 嗨大家好我是阿湯 ChartGPT 上週推出了這個學習與研究功能 很多人不太理解 這個和一般模式的問答到底差異在哪裡 那麼學習與研究功能 主要又可以用來做些什麼呢 其實它本身附帶這個範例也沒有說真的很清楚 裡面其實只有三大重點功能 但實際上這個ChartGPT的學習與研究功能 可以使用的範圍其實還蠻廣泛的 往下就會帶大家多來看幾個 實際運用的範例吧 今天我們來介紹呢 就是ChartGPT上週 剛新推出的一個功能 在工具裡面呢 這邊看到一個 學習與研究 你看代理程式模式其實才推出不久 然後接下來新的功能又出來了 那這個學習與研究呢 實際上我們要怎麼去使用呢 好首先 我們在了解怎麼去使用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一件事情 一般模式的問答下 和這個學習與研究的模式下的答案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好比如說我們今天在一般的模式下呢 直接問他說 ChartGPT 學習與研究功能 和一般模式有什麼不同 好這邊他會直接給你相關的答案出來 直接告訴你學習與研究功能呢 他在 一般模式跟學習與研究功能差異是什麼 然後直接調列式出來 然後舉個例子給你 然後建議的用法 簡單的說呢 他在一般模式下 就跟我們之前在問AI一樣 會一次把 針對這個問題的所有答案 一次性的丟給你 但是這樣情況下呢 我們只是看到 他的內容大概是什麼東西 但是對於理解的幫助呢 其實沒有很大 說真的在這個模式下呢 你得到這些答案呢 你其實還是對於 ChartGPT的一般模式 跟學習與研究功能的差異 到底主要差在哪裡 可能還是有點一知半解 但是呢你今天如果把 同樣的這個問題 我們丟到 學習與研究 的模式下 然後丟進去問他的話 他會告訴你看 簡單的先解釋一下 一般模式 跟學習與研究模式差異是什麼 個別的特色是什麼 接下來這邊呢 你看他往下呢就舉個例子 比如說一般模式你問說 二次方程是怎麼解 這邊其實會直接給你公式和立體 直接一次性的給你答案出來 但是如果同樣的問題 在學習與研究模式下 他會其實會用引導式的問答 先問你說 你還記得判別式是什麼嗎 然後你回答之後 他會再一步一步的 把題目解出來 用反問的方式 一步一步帶你去理解 你想要知道的這個答案 所以這邊呢你看 比如說我剛問的是 ChartGPT學習與研究功能 和一般模式 有什麼不同 他並不會呢 像剛剛一樣 一次性的把答案全部丟給我 而是呢 先解釋基本的之後 舉個例子 接下來就跟我確認 我是打算用在什麼地方 來問這個問題的 比如說呢 我是為了學習好了 我可以回答他 你看這邊我回答學習之後呢 他就會說 我們那就把焦點放在學習模式 然後呢他會說學習模式會依照科目來調整互動的方式 所以呢如果是數學 他會一步一步的問答來推導這個公式以及答案 那如果是歷史或國文會用故事加提問的方式來理解這個脈絡 如果是語言學習會安排小練習 對話角色扮演然後及時的去糾正 他就會問你說呢你最近想要學習的主題是什麼啊 你看就用這樣的方式用引導式的互動式問答 然後來一步一步的帶你去了解你要的答案 所以呢看到這裡大家應該可以理解到 在一般模式下的問答 跟學習語言就模式下的問答 最大的差異呢就是一次性的得到答案 但是看完你不見得會很理解你要的這個內容 學習語言就模式下面的話呢 你問完之後 他就一步一步帶你去理解 你要的這個內容 對學習來說的話 當然學習語言就模式 會是比較好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針對學習語言就的三大重點功能 來舉一些範例然後給大家做參考 首先第一個呢 學習語言就的最大功能呢 就是可以協助你做作業 比如說你今天是小學生 中學生 高中生 大學生也好 你遇到哪一個題目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用拍照的 用文字輸入的描述 或是用截圖的方式都可以 你就直接丟給ChatGPT 然後選擇學習語言就模式 告訴他協助我解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會怎麼引導你去做 你看除了這個波呢 他判斷成是G之外 但這不太重要 反正判斷的出來就好 然後他說複習一下 一個三角形的內角合呢 一定會是180度 那這個三角形裡面呢 已經知道兩個角的角度 所以我們可以用公式 這個呢會等於180度 減掉這兩個角度 他就說呢我先不直接算 你試著來把64 和3式加起來看是多少 他還不是跟你說呢你直接算出180 減掉這兩個相加 而是告訴你 你先做這一個就好 比如說我們現在來回答 這兩個加起來呢是98度 然後他就在提醒你 接下來這個角度呢 我們就是用180度減掉98度 然後你看我回答完80度 雖然得到正解之後 他還可以說呢 順便教你一個小技巧 這時候我們就說好 你看講完小技巧之後呢 他這邊呢在問你一個小挑戰所以呢這個 學習與研究 他並不是呢引導你做完就結束了 他會反覆的去確認 你是不是真的理解這個答案 再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學習與研究模式的第二大重點 就是學習某一個主題 或者是研究某一個主題 比如說你今天想要知道 光合作用是什麼 那我們可以選擇 學習與研究之後 然後輸入題目給他 然後送出 你看一樣的他會透過 互動式的問答 然後來反問你 你覺得呢植物吸收陽光是用來做什麼 按照我的了解呢 他就是拿來呼吸 我們選吸 但是你看吸呢其實不是正確答案 呼吸對植物很重要 但是跟光合作用不同 所以正確答案呢是B 拿來製造食物 這邊就會開始解釋為什麼是B 接下來又會反問你 試試看用一句話把光合作用的三個材料 跟兩個產物說出來 然後他可以再去檢查 這時候呢你就可以再去 回答他這個問題 如果呢你真的回答不出來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說我不知道 講完我不知道之後呢 他也會告訴你答案 而且是給你一個小口訣 告訴你呢 可以怎麼去記光合作用 然後告訴你呢再去練習一下 你要不要試著把這句話再說一遍 所以呢這對於 研究某個主題 或是了解某個主題呢 也是蠻有幫助的 再來學習 語研究的第三個最大重點 就是可以模擬考試 比如說你今天不論是國小 國中高中 你只要告訴他 你是比如說高二 然後第幾次的斷考 然後你想要考英文考試 或什麼考試 你可以叫他呢直接出一個模擬考給你 比如說我跟他說 我現在是台灣的高值電子科 然後模擬高二第1次斷考的英文考試 我們把他送出 這邊呢會問你說你是要著重在哪一個部分 或者是直接混合 但一般斷考都是混合嘛 我們就跟他講說是混合的 好他這邊就出題目給你了 那通常呢不會一次把題目全部給你 他會一次給你可能幾題的題目 那你可以一一的回答之後 他會再繼續告訴你下一個大題的內容 比如說我這邊先隨便回答他 在進入下一個大題之前呢 他會先告訴你這三題的答案 到底正不正確 以及呢答案如果錯的話是哪一個 這邊呢也會給你一個小複集 接下來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他就問你要不要繼續接下一個大題了 比如說是文法題 你說好之後呢他就會繼續往下再出下一個大題的文法選擇題 那會跟前面一樣呢回答完之後就會有告訴你這個答案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跟你一般做模擬考題有點不太一樣 模擬考題通常我們是一次性的全部做完答之後 然後才會去對答案 再了解一下每一題到底錯在哪裡 問題在哪裡 但是呢像你透過TropoChat GT的學習 語研究功能的話他會階段性的幫你進行考試 每個階段解答之後呢他會先告訴你答案是什麼 並且解釋給你聽 讓你可以階段性的去理解完再往下一個階段去進行 這樣的模擬考試呢其實比你在學校一次性的全部考完 會來的更好一點 對於記憶呢會更加深 不過既然稱作是學習 語研究 當然呢我們不會那麼簡單的就是 只是用來解答題目啦 解釋某個主題或是模擬考試使用而已 其實學習語研究 可以使用的範圍呢還蠻廣的 比如說呢接下來我會介紹幾個可以實際去應用的範例給大家看一下 好比如說第一個 如果你今天是在學多益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說我想要學會 多益的閱讀解題技巧 直接用學習語研究模式 然後把它送出 這邊呢他就會問你呢你目前多益的閱讀分數啦 還有程度大約在哪裡 如果不確定呢你也可以跟他講說你的困難是哪些 他就可以幫你安排你的 他就可以幫你安排了這個學習的進度 大概是這樣的方式 比如你是想要學習多益 或是你的目標是想要達到多益幾分 雅思的幾分等等 都可以使用學習語研究來進行學習 都會比起呢你使用一般模式 然後請Chartgp模擬成什麼樣什麼樣的老師 都來的更好 再來第二個額外運用的範例呢 我覺得應該蠻多人都會需要的 因為很多人可能自己有憂鬱症 但不太清楚 你在這邊一樣可以使用學習語研究模式 然後告訴他我想要了解憂鬱症的自我調適方式 一樣的他在這個模式下 他就會用引導式的問答 一一的往下去進行 對於有些人他可能自己憂鬱症有病逝感 但是不太好意思去找醫生的話 或許你可以先來試試看學習語研究的模式 如果你覺得自我調適還是沒有比較好的話呢 我還是建議你要去尋求專業醫生來幫助你會比較好一點 再來是學生的畢業場 8月了最近很多人都來找工作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應該要找什麼樣的工作 或者是你現在準備要進入大事的 再來要畢業了 不知道要去進入什麼樣的職場 其實你也可以用學習語研究 來一步一步的去引導出來 比如說你可以說我對未來質疑很迷惘 然後把他送出 這邊一樣就會按照你的問題 然後提供你幾個問題 然後你去回答他他就會一步一步去引導 你可能對於哪一方面是比較有興趣的 或者是你想要找的工作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 可能就可以得到一些比較具有參考價值的內容 對你之後再找工作會有蠻大的幫助 這個學習語研究其實諸如此類的範例還蠻多的 基本上除了我們最前面提到的協助你去做作業 協助你去學習某個主題 或者是來協助你做個模擬考試之外 其實還有蠻多需求都可以透過學習與研究來進行 都會比起你使用一般模式來得更好 看完上面的這些範例之後 大家有沒有還有衍生出哪些 可以實際使用的範例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今天影片我們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想要知道更多AI相關教學的話 也別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是阿當下次見 掰掰 旁邊了 請保持人的 我覺得很大reten 會不會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